俄国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欧洲的地缘政治风险俱增 临近的波兰也出现了黄金抢购潮 尽管现在热潮有些消退 黄金的需求仍然是维持在高档 对不少的波兰人来说 黄金不仅是避险资产 还可能是救命财 因为不少的波兰人都听过家中奖辈 在二战期间靠着黄金成功逃难的故事 小小的金条摆满一整面桌子 金光闪闪 吸引目光 金小小的金条在机器上打印后 送到一旁包装 波兰驻币厂员工手停不下来 因为2022年2月 乌尔战争爆发以后 波兰出现黄金抢购潮 开战的2月24号恰巧是波兰的油腻星期四是波兰人吃甜甜圈的节日 但从当年排队的人潮来看 黄金似乎比甜甜圈更香 波兰驻币厂主任说 尽管黄金抢购潮有些为消退 需求仍维持在高档 而且会随乌克兰战况变动 对许多波兰人来说 黄金不只是避险资产 还可能是救命财 因为大家多少都听过 阿公阿嬷或阿奏靠黄金保命的故事 不过投资黄金绝非稳赚不赔 金价波动大 加上用美元计价 还得考虑汇率风险 专家呼吁民众谨慎投资 不见这边